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动 并推出三箱版 两箱版和转版本 网上车是从长安福特经销商处获悉 新车将于8月31日举办的成都车展公布与售价 预计10月份正式上市 动力方面 新车搭载1.0T 1.5T和1.5升三缸发动机 匹配8速自动变速箱 上市后继续与大众高尔夫 别克英朗等车型展开竞争 在外观方面 全新一代福克斯使用了最新的设计语言 六边形前进器格杀内部 采用镀铬横幅填充 Slide版为黑色网格状填充 运动感更强 在雾灯区域两箱版和三箱版为不规则的设计 而Slide版的设计更加凸显运动 车身尾部两箱版和三箱版设计风格有所不同 但相同的是在福特楼都下方 增加了福克斯英文表示Focus 全新一代福克斯内饰 采用了全新的设计 换装更为运动的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盘 和较大尺寸的中控液晶显示屏 屏幕下部是旋钮和实体按键 租成的多媒体控制区域 空调控制区域和多媒体控制区域间由空调出风口隔开 分区更为明确 相比现款车型中控台布局更加简洁 全新一代福克斯采用全新C2平台打造 轻量化材料的广泛使用 车 身重量减少100斤 同时轴距加长57毫米 至2705毫米 新车三箱版长宽高为4647星 1810星 1468毫米 两箱版为4378星 1810星 1468毫米 新车搭载的1.0T 1.5T和1.5升发动机最大功率 分别为94千瓦 135千瓦和90千瓦 其中一5T发动机为进口机型 由福特墨西哥齐瓦发动机工厂生产 并匹配最新的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185千瓦 其中一 generallyterm 时要开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